觀眾朋友們 你們對於現在的工作 會不會有一些疑慮呢 對於你的職場運勢 會不會有一些想法跟問題想問呢 沒錯 不要擔心 今天有專業的老師 艾菲爾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艾菲爾 今天很開心又來新鮮化 我們今天帶來的節目主題 就是耳目一新 我們要來給他測什麼 來測你的工作運 職場運勢 那麼大家仔細看 我們今天的淘汰又不一樣了 真的也好多遍 對 今天是什麼呢 我們要請他喝下午茶 老師你這樣 我覺得不太對 我覺得很有誠意 我現在很想 不能是真實的食物 對 你就每一個要擺在這裡 對啊 你這樣才是有誠意 看我們要選哪一個吃嘛 對... 所以這時候 不管你有沒有吃晚餐 我們先吃下午茶好不好 來跟大家仔細看 這五種食物裡面 你要選擇哪一個食物 你只能吃一種 要測未來一個月的運勢如何 是職場運 這個很關鍵 因為年底的 對 年中獎金就看今天了 對... 好好選啊 真的 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第一張淘汰它的這個食物 是一個水果 它是有飲料的 那是Mojito吧 那是酒吧 好像是... 我們這樣會不會透露出我們 好像很了解酒精飲料這樣子 怎麼是Mojito 不知道 不曉得 它就是清涼飲料好不好 清涼飲料 配水果 那麼第二個食物 就是大家喜歡吃的這個甜點 巧克力蛋糕 這是第二個食物 這我喜歡 第三個食物是一個鹹的食物 很像港式的對不對 對... 然後裡面有包一些鹹的菜 然後它是炸的水餃 有紅蘿蔔 然後這紅蘿蔔有關鍵到嗎 沒有關鍵 好不好 我們就忽略它 我們兩天開始有時候 有點鑽牛角尖有沒有 對 已經變成美食節目了 可能對有一些小細節 我們不能漏掉 湯汁怎麼擺啊 為什麼我會看到裡面有八角 對 好 我們都會注意到 真的 八角可以喝嗎 好 來... 來 第四個食物 大家仔細看 是一個燒烤配啤酒 沙爹 沙爹 對 沙爹配啤酒 但是你的酒只有半瓶 不管... 好 它出盡了 出盡了 表示什麼 肯定要出孕了 有沒有 出盡代表出孕 OK 好 來 第五個 好 第五張牌的食物 這也是大家喜歡吃的 草莓蛋糕 好不好 1 2 3 4 5 只能選一樣 重點是要測未來一個月 我的職場運勢如何 我先跟大家講 測得好分數的話 那麼你接下來的運勢 會越來越好 但測得不好的話可能有 就走下坡了是不是 就一落千丈 可能被老闆定 真的 要小心 好不好 來 兩位主持人 我們要選嗎 要... 這樣我們的職場運勢 不是 因為我們選完 老闆就站在外面 對啊 我們也在 該何去何從 沒關係... 我們就1 2 3了好不好 一起囉 1 等一下 等一下 好緊張 等一下下 3 2 1 這個 巧克力蛋糕 我其實本來想選巧克力蛋糕 可是我覺得它的顏色又太 全部都是巧克力了 然後我就想要選它 這樣紅的 酸酸甜甜的滋味 所以你是選到草莓蛋糕對不對 我是草莓蛋糕 好 兩位主持人都選的是蛋糕類 對 下廳觀眾朋友都選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為大家公布答案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選到中間這個炸的水餃的話 那麼你的職場運勢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一個月喔 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未來一個月是屬於壓力很大 而且經常焦慮 好運指數只有40分 某小姐是不是選到這個 OK 好 我們有攝影師已經馬上焦慮起來 外面還在鼓掌你知道嗎 因為自己沒有選到這個 經常焦慮 對 因為我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測驗 它是一個食物心理學 是 就具有統計 你喜歡吃炸的食物的話 因為欠炸 也是這樣講 你是薯條妹妹是不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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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代表說你內心焦慮的時候 你會想要選擇這種比較油炸的食物 所以它真實反映出 如果你真的選到這個的話 代表說其實你已經過往 已經非常焦慮了 可能有業績的壓力 可能有人際關係的壓力 或者是說你職場當中 經常的有一些這種 沮喪的狀況 專業不足 所以你的好運指數只有40分 難怪我壓力大的時候 特別想去買鹹酥雞 真的吧 對不對 都是炸的 因為你在工作層面很硬 所以你在吃的方面就暴走 對...大暴走 釋放 再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你選到的是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沙爹好不好 沙爹 可能是觀眾朋友選的 其實我原本也滿想選他的 為什麼 你想吃 對 我對於肉很 好 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如果選到的話 未來一個月的職場好運是什麼呢 遇到平靜 有沒有 平靜 真的 你真的 等待實際好運指數20分 你剛剛不是說初運 現在是平靜是不是 是平靜 所以我們就是跟那個杯子 很有關係 真的耶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你在職場當中 能不能夠轉運 轉念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狀態 是 那為什麼這個食物 它的好運指數只有20分 其實在吃燒烤的這個食物 它本身就是不健康的食物 對不對 是的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它會產生很多的 負能量有毒素 然後再也代表是說 你這個食物它也反映出 你會很在焦慮的狀況裡面 或是壓力的狀況裡面 或是你想要宣洩的時候 你會想吃辣的 或者是重口味的 它其實就是真實反映出 你對於職場當中 其實是遇到平靜的 所以你才想要藉由這種 重油 重辣 重鹹的這個食物 來宣洩自己的壓力 來安慰自己 我們兩個人的分數都過60了 太好了 不用擔心了 基本 有基本分數了 對 很開心的 對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先看這個 為什麼呢 我們先看這個 巧克力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觀眾朋友想要知道巧克力 好不好 這也是巧克力 奇君是巧克力 來看一下奇君是幾分 奇君的未來一個月直場運勢是 心情愉快 廣結善緣 好 用一指數80分 滿高的 好棒喔 廣結善緣 對 這個巧克力 其實也反映出 你的內心裡面的心情 是非常愉快的 那麼這個巧克力 它也代表是說 你這個愉快 不只是自己開心也好 也是屬於能夠把這個快樂 帶給別人的 所以選到這個巧克力 代表說未來一個月的直場運勢 特別有人緣 是 因為你有看到 這邊有很多巧克力 代表你可以分送給大家吃 對 你看果然圖片是有一些什麼的 等一下結束 我就要到樓下 可能是找個巧克力吃 對... 記得要給我們喔 記得給我們喔 還沒想到這一層啦 廣結善緣好不好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草莓蛋糕好不好 你如果是60分我就白給你了 好 我分一下 你為什麼要先詛咒我呢 他搞不好是100分啊 對啊 所以現在要來對決了 一個是草莓蛋糕 一個是這個 模糿 模糿 明明就不是模糿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草莓蛋糕的好了 草莓蛋糕看是多高分了 還是我們今天一起撕 好 那我... 你撕這裡... 你撕這裡... 我自己撕好了 那鏡頭好帶嗎 1 2 3 Yeah Yeah 好 我們先看一下 苦主選到草莓蛋糕的人 他的重點在草莓 觀眾朋友想知道 是個性軟弱會被欺負 好啦 你會被欺負 我保護 我還容易被欺負 我知道了 我等一下買巧克力給你啦 好不好 我等一下睡一點點給你 你說好60分 所以你要請我吃巧克力喔 但通常買巧克力蛋糕的 吃巧克力蛋糕都會分什麼 就只有上面這個 奶油嗎 就只有上面那一塊小巧克力 對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一下 草莓蛋糕它其實是一個甜的食物 是 基本上食物心理學它認為說 你想要吃甜食或水果的時候 它代表說你內心裡面是軟弱的 你想要得到安慰 沒關係 你想要得到安慰 是的 所以要鼓勵你加油 好運指數60分 但是要自己加油 好 最後我們要來恭喜 選到第一張塔樓牌的這個朋友 這都是水果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好運指數是什麼 是一個叫做精神充沛 而且業績充滿是好運指數 是100分 所以整體來講就是精神力量 都非常好 恭喜你 它明明就是借酒消愁 NO 大家要知道八角是一種興奮劑 每個人會把八角放在飲料裡 老師你這樣不合理 因為我們在吃牛肉的時候 都會放一點八角 它是提神提味的 所以整體來講 選到一號牌來講 就是未來一個月精神充沛 非常好 有活力 加油囉 我們兩個今天看了半篇 其實都有看到關鍵 只是都解讀錯了 都解讀錯 我沒有錯 好啦 還是恭喜 八角飲料的觀眾朋友們 就是你未來一個月 職場的運勢會非常好 大家一起工作加油 感覺很早就 而且還要進去